各位這個趨勢的伙伴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富爸爸 那如果說你們覺得進去看可能是大家想要看直播 那你就先搜尋我們小富爸爸靈鼓研究中心 那在過年前夕可以來到這邊真的蠻開心的 先跟大家拜早年 希望今年大家能夠業績長紅 投資能夠以炮而紅 希望能夠過利滿滿 那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我們會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小兒投資的部分 他到底要怎麼樣投資 那大概我們會用30分鐘來做介紹 這是蠻快速的不會花大家太長的時間 那我們多數時間會留給大家做討論 因為我覺得大家比較興趣是 整體的運作方式怎麼運作 可能是比較有趣的 好 那為了讓大家一定要有收益 所以呢 一定要讓大家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想法 今天要先跟大家講的部分 下一分鐘你將不同 我們要怎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從投資的角度來說 不管做任何事情 其實觀念很重要 想法很重要 所以呢今天我在這邊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投資的觀念 什麼樣的觀念才是對的 是最重要 所以這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好 我們應該先了解的投資觀念 我們用一些數學題的方式來做介紹 先開一下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題 一個有錢 跟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跟一個資金有限的人 他怎麼看獲利跟看報酬欲這件事情 這個觀念很重要 當然如果說你身價已經上億非凡 那當然自然想法會不同 可以理解 但沒關係 如果說我們不是 沒有關係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用短小精幹的資金 去追上持有大額資金的人 下面這個數學題就很有意思 我們來分析一下 有錢人的投資規劃分析 我們舉例來說 有錢人叫做大富 他現在擁有的資產金 擁有1000萬 各位看到 所以他把錢放到銀行的定存裡面 那目前銀行定存率 大家知道最高的大概是多少嗎 有沒有概念 1.0 1.0 好一點多 這就知道誰有存錢了 有的沒存 沒存 應該大家都很會活用資金 應該這麼說 OK 其實現在銀行的定存利率 真的比較高 一年期大概有1.3 那真的是全台最高了 那我們算一下 如果擁有一千萬的人 你可以算得出來 一千萬的銀行定存利息 只有13萬 早期在大概15年前到20年之間 我們應該說將近20年前 當時的定存利率大概都有9% 對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只要1點多 所以換一隻你也有1000萬 其實你一年下來的獲利也只有 13萬 13萬我們出於12個月 其實一個月才1萬多塊錢 這日子真的很難熬 我早期在銀行 我在花旗 我印象很深 我的客人跟我講說 我存一千萬 一千萬 其他還有8% 9%對不對 全家沒有上班 因為20年前呢 如果是9%就好了 是90萬 對 90萬呢他們家很節省 也有房子 沒有貸款 那就拿銀行的利息 對 然後就是這樣過日子 每天就是 過得很簡樸的生活 然後就是 扶養小孩都很單純 那 大概5年後 慢慢5年後 到第10年之間 他們慢慢陸陸續續出現 我們就說 大哥為什麼又來銀行 說 因為利率已經越來越降 不出來上班不行了 所以這個 很重要的是 告訴你一個想法 是這個資金 如果你不活用它的話 反而會造成你的困擾 但是運用資金的方式有很多種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會先講的是 最簡單最簡單的 但是它卻是有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它是卻有爆發力的 最小但它卻有爆發力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也就是說大部分有1000萬 它的年報酬率只有1.3%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資金有限的人 我們到底要如何去追管這些有錢人 我們講的是講周轉率 你周轉的速度夠 你或許能夠追得上 所以呢 我們做了一些假設 如果你資金有限 要怎麼去追趕它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關鍵的答案在哪裡 這裡有很簡單的數學是 有一位先生呢 叫小富 他現在用倒的算回來 我要有13萬的報酬 我只要有13萬的報酬 可是呢 他經過一個零股投資計畫後 卻只要12萬 他就有可能可以跟有錢人 擁有一樣的獲利喔 一個擁有小富算過 他用12萬 可是呢 可以 跟大富擁有一樣 將近13萬的報酬率 他到底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來算看看他下面的算法 他找到一個答案喔 其實就是 12萬的投資 要能夠追趕到13萬的獲利 其實它有一個關鍵 叫做報酬率 換言之 就是我只要有13 我只要有12萬的投資 那我一年後 假設能帶來13萬的報酬 我是不是就跟大富是一樣 我也是擁有一千萬的身價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身價會讓你擁有自信 對 這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出去跟他講說 我沒有那個錢 不會喔 你不要這樣想喔 你出去的時候 你可以大可跟他講說 我也有千萬的身價 當然有啊 各位在座的各位都有 甚至都有幾億的身價 用數學士來告訴你 你是擁有幾億的身價 十億都有 但是呢 觀念要先有 如果你沒有擁有那樣的想法 請問一下 你怎麼可能到達那個境地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你有看過 當然這都是舉例 不代表是完整的 我只能舉說某個角度上面來說 基本上一個充滿自信的人 他會做任何事情 會非常的有戰意 而且呢 他能切到每個要點 他不會白白做事 成為各位可能在寫程式 或者做各方面的規劃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辦法自信 沒辦法確認你這個執行計畫 是可以成功的 你一定做起來會卡卡的 會覺得哪裡卡住 不然就是bug一堆 永遠找不到問題 在哪裡 所以呢要先建立自信心 這自信心從這裡就可以開始建立些喔 我只要有十二萬 其實我也等於是有千萬身價的人 好 這裡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叫做報酬率喔 我們下面就算統計一下喔 需要多少的報酬率可以打敗這些有錢人喔 很簡單喔 這個數學是非常的簡單喔 十二萬乘上A 只要大於等於十三萬 就是剩嘛 所以這個報酬率只要多少 1.084 也就是打108.4%的時候 你就可以打敗有錢人 其實就這麼簡單 你只要去想是 我如何能夠 投資十二萬 能夠有 一百零八點四百的報酬的時候 正報酬你就贏有錢人 你的身價就超過一千萬了 就這麼簡單 先幫自己建立這麼簡單的自信 十二萬不是太多 一百二十萬塊來想一下 不過十二萬應該還可以喔 好 那我們接著來討論喔 這個觀念先建立起來以後 我們要討論是 那零股投資計畫真的可以打敗有錢人嗎 這個計畫到底可不可能喔 真的可以 怎麼算齁 我們是這麼算他齁 我們一個賬戶呢 其實每個賬戶呢 要存入的款項大概是三萬塊錢 各位可能在新聞媒體上都有看到 這三萬塊錢拿來做什麼 其實我們買都是上市櫃公司的股票 但我們都只購入一股 換言之呢 四個賬戶呢 一個賬戶三萬 四個賬戶就是十二萬 剛好是一個family 一個家庭對不對 應該說正常 normal一般的家庭是四個組合 就是夫妻嘛 然後再加兩小孩 這是正常組合 所以呢 他投資金額就是十二萬 沒有錯 好 那各位看到 一個賬戶呢 我買入的是八百家上市櫃公司 這直接用檔次 我都用數學式 我覺得這樣最容易理解 齁 四個賬戶 買入八百家上市櫃公司 所以呢 等於own了三千兩百檔 上市櫃公司 那各位知道 基本上 不管你持有某一家上市櫃公司 你持有一千股 一萬股 乃至於一百萬股 你都能get到一個股東紀念品 不管持有多少分數 所以呢 這個市值上面看到的是四個賬戶裡面 一個賬戶是八百 所以四個賬戶就是三千兩百檔 那我們用更簡單 假設性的邏輯方式下去計算它 三千兩百檔 如果呢 說 我只要一檔 其中一檔的玻璃都是五十塊錢 你這樣會帶來多少收益 這數學算了 三千二乘上 五十 是不是十六萬 換言之十六萬有沒有超過十三萬 已經超過了 還有剩齁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保守一點 我們再加了一個叫做風險係數 就是我們控制的八十個percent 也就是算出來的數字 是十六萬乘上百分之八十 你的收益大概是十二萬八千塊錢 那大家一定會問 為什麼要加一個風險係數 為什麼就是為什麼會有風險呢 好我們來看這個原因 因為大家都知道 零股的投資 雖然你購入都是一股 那你可以取得一個股東紀念品 對但是 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在同一個時間 好比今天1月24號 全省可能從宜蘭 台北 然後新北 桃園 然後台中 然後可能到南投 一直往南 到台南高雄 可能同時間在今天都發放股東紀念品 並且同一個地 可能有十個地方在發股東紀念品 所以呢 你要動用的人 是人數是非常的多 那也可能造成你有可能 沒領到這個紀念品 所以呢 我們出估可能 投資是八百檔上市位公司 沒有錯 但是有可能 有一些是領不到的 還有一些是 這個紀念品可能太糟了 我們就不領 我們就不領這紀念品 所以我們才會抓了八十個percent 等於是耗損 等於是一個耗損的階段 所以我這邊有做一個說明 這個是有可能的風險係數 那百分之八十是我們的保守估計 因為我個人講話是比較保守 我們是非常的保守 不要看我這樣子 可能在密集上這樣講 其實很多話是他們家的 不是我家的 但是我觀念上我覺得我是如此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做任何投資 是非常保守的 這是一定要跟大家講清楚的 所以這百分之八十 是我們多年來的累積經驗 那我們來算 到底這樣的投資報酬有多少呢 下面有一個數學史 就是未來各位如果有可能 想要加入我們的糾盤活動 他可能的獲利是多少 這裡有兩種類別 股東紀念品只有兩種 一的就是李眷類 有價證券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商品類別 那有價證券我們的算法就是這樣 比如說去年洪捷科8086 他的股東紀念品是787的旅券兩百塊錢 那假設我們有一千個人次 我們算法很簡單 就是兩百塊錢 乘上一千個人 那可能我們變價的 折數是90% OK那就是在扣掉 可能人事管理的費用 請你要去領啊 好啊這些的費用 再除上總共的粉絲數 就是大家可以拿到報酬 這個就是李眷類的算法 滿單純的 不會很複雜嗎 好 好 好 另一個呢 可能的報酬 看一下吧 就是商品 比如說中綱 2002 去年 去年大家拿的是泰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泰碗 泰碗其實還不賴 那其實有很多人是沒拿到 比如說他領股拿不到 那是有原因的 很多人都不曉得原因 就是想說婆媽就直接跑到現場去跟他領 領不到 他需要電子投票 所以很多人是不曉得 所以他持有領股數量不夠 他就沒有辦法領到國中基金品 但是如果你透過電子投票 你是可以領到國中基金品的 所以去年我們所有的粉絲 是都有領到的 OK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商品的變價部分 好 一樣我們紀念品領到的總數 變價後去扣除 整個人事管理的費用 再除上我們總肯之數 就是大家的報酬率 其實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的收益來自兩個 一個就是領券類的 有償證券 那另外一個就是商品類別 所以呢 其實股東基金的投資 是很簡單很單純的 那收益的方式呢 我們現在也很單純 大家只要開完帳戶之後呢 那錢存進去 那我們就是購入這些 上市微公司股票 那購入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等著變價 那變價部分呢 我們就是 只要我們賣出去 商品就會直接 錄到各位的account 那account是在我們的管理中心 我們會有一個系統 在做管理 頭有點像 有點像銀行的系統一樣 你要登錄 然後你們有多少點數 然後你要出金啊 等等的 跟證據都是一樣的 所以它是很單純的 那 我們現在的舊短活動呢 也更單純 就是說不需要大家去領 這些麻煩的事都沒有 你只要看完帳戶 那你只要存入這個金額 去購入之後 購入之後 購入部分呢 因為我們現在系統還在 buildup當中 如果完成之後是全自動化的 對 你完全都不需要自己去買 但是現在還沒有完成之前呢 有點半自動 我們把訊息拋給你們 你們要到華南永昌那邊去click 然後做買錄的動作 算是 目前是半自動 我們透過LINE的群組呢 會把訊息提供給我們的會員 就是我們的粉絲 對 那你們買錄以後 我們再進到我們的系統去做管理 就是很單純的一個零股的投資方式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好了 這裡也有一些算法 我沒有去算了 因為 贈品的部分比較難去統計 我用 我用 禮券的部分來算好了 我們剛才提到的就是800家對不對 800家裡面 到底會有多少禮券 我一樣保守的估計 也就是 200檔 那我剛才提到 是不是一個人是四個帳戶 一個family 所以你會拿到800檔 那800檔的部分 這部分並沒有包含股東紀念品的變價所得 我只算單純的禮券就好了 這800檔的層上變價的金額 假設是90% 當然有可能80% 70%都有可能 這要先聲明 不要到時候說 我一定要給90% 因為我也拿不到那個價格 一定要跟大家講好 所以你可能 在這個禮券的部分 你就可以拿到 大概這個金額 那換一支 你用36000塊去除以12 你投資的金額12萬 你可能就有 30%的收益 不管如此 不管如此 這個數字 你只要滾動幾年 你遠遠可以打敗 有錢人的投資方式 這是可以確定的 但是你用多少金額 跟他比 他1000萬 你可能12萬 你就有這樣的報酬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那這是我們過往的 這是過往值 這是我們保守抓出來的數值 是大概30% 可是我們過往的平均值 里券的幣加金額 大概是 將近有72 也就是說 不是每一次發的 都是只有50塊的里券 也有100塊 也有200塊 也有66 128 168等等都有 所以各種金額都有 你可能報酬率 這是我們的 三年的累積結果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這就是我們這次 幸福愛分享的主題 我們如果創造一個現金流 我們把今天的觀念 做一個完整的結合之後 其實算出來最保守的 我不知道這樣寫會不會太複雜 應該是還OK 保守的數字 相加之後去balance一個字 然後再加上你的 你的投資金額12萬 你可能你的收益就有這樣子 換言之呢 如果你有三個家庭 也就是結婚的 通常會有三個家庭 就是你自己嘛 然後你配合另一半的家庭 還有你自己 這樣加起來的話 還有你自己的長輩 所以呢 你可能每年都會帶來 十幾萬的收益 那換言之呢 你只要把這個活動 分享給你的家人 你就有這樣的收益 整個概念來講 是很簡單的邏輯 並不是很複雜 所以非常非常簡單的投資 那觀念很簡單 做法也很簡單 大概就是開完帳戶以後 然後投資金額 投資金額存在你們自己的帳戶 我們不會經手喔 先跟大家聲明喔 我們不做這個經手 那我們這次合作的是 獨家是華南永昌證券 是由他們來服務 那當然我知道那個 各位跟華南永昌有 special的關係 所以有特別的優惠的 discount 所以更適合做這樣的投資 那有關於下面是我們的資訊喔 你可以到我們的臉書 或者我們有些拍賣中心 我們還有公益中心喔 還有相關資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大概簡單說明到這邊 我們的零股投資計畫其實很簡單很單純 那一點都不負擔 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投資的觀念喔 就是報酬率的觀念很重要 如果你的報酬率是夠高 其實不要太在意喔 因為你的資金度不夠 你一定要懂得去怎麼樣投資安排它 那當然也有些朋友現在蠻關心我們的城市交易 城市交易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個我們之後會再跟大家講 先把它切回來 不過這個 這個城市交易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有公開的在這邊 在我們聯絡上面喔 我們現在的交易已經突破十連勝喔 就是我們Trade了十次 但是我們沒有認為一單是輸的 但是如果沒有其他的更新的資料 我們會再更新上來 這個也會在我們的會員裡面 才會能夠使用它 如果說你們日後要用在股票上面的Trade 或者是你們要用在期貨上 這個是期子 這是小期子 這是我們的交易單 我們是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子喔 就是幫助一些小資助喔 我們從很小的投資開始去做起 那當然大家很好奇的是說 我自己做就好 為什麼要share得出來 對不對 大家一定會很好奇吧 我不曉得我就是很想學得出來 可以給大家一起玩 不然我其實自己偷偷做就好 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 我們也是要有收益啦 只是我們會想辦法說 我們也在分析評估 到底我們要怎麼charge這個 這麼好的一個城市 然後提供給大家 那簡單來說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另一個方向 我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就是我們來討論看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關於這樣的零股投資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問好嗎 好 請說 這個12萬投資 我中... 就是最初12萬投資 後來我決定不投資了 可以退出來 就直接退出來 對 因為基本上這個錢 是存在你自己的帳戶裡 對 它不是在我們帳戶裡 所以股票也在你身上 那會有配股配期 也都是直接入在你的銀行帳戶 不會到你這邊 對 所以你覺得好 那只是我有一個好奇 反過來我要請教 你每年都有收益 為什麼要 quit 對不對 這個應該還不錯吧 因為上次公司這種投資 除非這些公司不見 不然的話它每年其實 你都有收益 對 所以當然正常你要離開的話 就是 你自己可能會有800家上這個公司 然後你要考慮就是 到底離開的因素是什麼 對 我只覺得啦 投資領股有一個最大最大的困擾 就是每年5月的時候 不是要報中所稅嗎 然後你進出來會這樣子 一點 很厚 因為有派股派息的部分 那個金價就高耶 然後你去到那個 國稅局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先生投資很多喔 你待會有這個困擾 其他我覺得倒還好 對 他印出來真的都是厚厚一點 然後就說我會有這麼多嗎 然後你會很好奇 其實你不要小看靈骨喔 其實他的派股派息啊 的金額累積加起來也不少 對 可能也有 也有大概 在各位的便當兩個到四個之間 對 就是每人這樣派行 你只是這樣子 持有他 你還是有這樣的收益 那個只是 pure 就是純粹的 直接入到你的 account 當然還有支票 對 那很多人不曉得 以為說支票他就不計發 其實支票他一樣會計發 對 就是指名的 會直接計到你的指定的地點 對 所以這個也是收益 那如果說你要 你要quit的話 很簡單 就是 就是把股票賣掉就好 對 還蠻單純的 嗯 還沒有什麼問題 我問你 好 我先幫他 不要太害羞 對 第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說我們買的靈骨 買到像新行啊 我們可以自己先賣掉 像新行 因為那是比較下次的嘛 對 對 那其實比如說我們也沒有 就是自己先賣掉 對 因為證券的 你附著還在我們自己的基保上 沒錯 對 那第二個說 有些 呃沒有 可以 如果他沒有發股東會記念品 我們還會繼續買他的 電腦嗎 好 那一些公司好像他 好像 有一陣子都不發的 對 那這種公司我們還會 補置電腦嗎 OK 好 第一個部分喔 有關有一些 有一些喔 就是可能準備要下市的工資喔 那 基本上我們不太會去投資他 但是呢 如果說他可能有獲利機會 我們會投資他 舉例來說喔 最近有一檔 4419 叫松茂喔 那 他可能 就有可能下市的風險 他現在目前是全額交割 那他的股價不到五塊錢 也就是只有大概四塊錢左右 那你去買他 他可能喔 依照往你的經驗值 他可能會發放五十元的領券 那你自己覺得OK 那我去投資啊 因為我花五塊錢 不到 去投資一個可能有五五十元的收益 那我的報酬率也有十倍嘛 對不對 十倍看起來是小 但是呢 你五十元你只要乘上一百家的時候 五千塊 你花五千塊賺五千塊 有何不可 對不對 即便這家公司不見了 五塊 大家應該玩得起吧 對不對 這是個投資 投資本就有風險 但是五塊錢應該不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啦 所以 如果說你決定賣掉他 當然OK 這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去購買他 以我們的系統 到時候我們會發訊息給你 你要不要去購買他 你可以不只有他 沒有關係的 只是可能我已經 投資蠻多年 我覺得 OK啦 就是五塊十塊 一百塊我覺得都OK 可以投資看看 因為你總有那個機會 那 上這邊公司有時候很有趣 他今天可能會開一個 他會發一個公告給你說 我今年不發股東紀念品 這是他會發有三種訊息 一我確定不發 二 暫時未決定 三 我確定要發什麼 所以最大的麻煩是二 二部分是我 還不確定要不要發 那就我們過去的經驗裡面 他有一開始先丟 我尚未決定 要不要發國中紀念品 然後呢 隔一週後 他就丟 我決定要發 然後呢 又隔一週 我決定又不發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但是在投資的立場 我很單純 我覺得五塊錢 就投資吧 或十塊錢 我覺得我就投資吧 我覺得這是OK的一個投資方式 對 那剛才我講的第二個部分的選項 也有 就是說我先公告你 暫時 不確定會不會發放股東紀念品 可是接下來他發 我們確定不發股東紀念品 結果又隔一週 他說 我們決定要發股東紀念品 所以你沒有辦法說 能夠make sure 就是說我這一次的投資 一定有拿到 但是一開始 如果他發的 就是說我確定會發的 基本上一定會發 只有二的那種狀況 是比較浮動的 但是那種浮動 如果說你覺得這個投資 不是很有壓力的話 當然還是可以投資 因為金額不是很高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可以決定 不持有他 就沒有壓力 因為現在要過年 可能你抱 不然這一股有壓力就不要爆了 對不對 就把它賣掉 開得出來就好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對不起 有些公司不排 股東會新的股東 哦 了解 其實這個我覺得 因為上市公司總數 大概有1600夾左右 對 那我們OM有大概一半 所以LongTrain的角度來說 其實你買了它以後 民股的投資其實是這樣的概念 你買了它 那 你是不是每年可以領它的股東紀念品 對 你可以領到 你離開 或者上市公司離開 看誰命比較早 這是第一個方向 那再來呢 如果說這些公司經營的很好 其實呢 我們早走了 其實接著會承接我們股票會是誰 我們的下一代 它就繼續下去 它可以繼續go on 就是繼續keep這個股權 然後可以繼續頂下去 那其實以我們對上市公司的了解 其實上市公司很多老闆 他們的起 應該講說 他們的崛起方式 其實很多都來自小股民的投資 對 這是很重要 其實他們會 其實不是都那麼多 就是都不發 應該是這樣講 他們也必須要發 很多公司必須要發 我必須要這樣講 那有些原因是因為上市公司的老闆 他很感謝這些股民 小股民的長期的支持 那另一個角度 他會去想 其實我發股東紀念品出去的廣告效益也很高啊 對不對 我發一個紀念品 各位知道你們常常拿到的 比如說 雪紅姐發什麼 去年發 夾克 沒有 這是前年 去年發 背包 背包 HTC的背包 前年是發夾克 那個夾克多明顯 就後面寫個HTC 對不對 恐怕效益多大 那你說中鋼發的好不好 前年發 去年發 太晚 前年發 太悲 那些廣告效益都很大 對啊 那你看 你要買 你要買一個廣告 事實上你要花費 費用非常的高 我舉王雪紅那一年 他發的 那一年有一個 那一年很特別 就是前年發夾克 前年發夾克 對 那一年呢 我們有人到現場去 不是我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粉絲朋友去他現場 當然就是去領為那個 賈克 那很可惜的是 他現場那天不是說 他發那個 手機嗎 你有聽過這個訊息嗎 有 你只要進去的 一人出來一支手機 現場那場我要是進去 就還削一番 真的 對 那你各位想想看 那一天的 光新聞 新聞 這麼多媒體的曝光 如果說 如果說 因為我現在本業是廣告業 我很清楚 以那一天 王雪紅砸的錢 以一百支好了 一百支乘算兩萬塊錢 其實就是花兩百萬 可是他的廣告 舞台播好了 他至少還賺四倍 所以報酬率是個很重要的觀念 花兩百萬賺一千萬的廣告 要不要花 大門砸 而且你看又馬上滿足這些小股民 開心得很 對 繼續加碼 對 然後隔年 八支幾塊 現在算多少 好不好 雪紅姐我不是故意的 這是個舉例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持有的是 我們是反向的 為什麼我說是反向 我們的理念 其實是這麼去想的 就是 零股這個投資是個機會 我們可以慢慢去累積我們的實力 那累積之後呢 下一個階段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提供城市 讓大家有足夠的錢去try 去做各種的測試 對 那城市 當你設定好以後 以後是系統自動幫你交易 也就是現在大家很流行聽到 就是機器人理財 對 就是Rovatrade 極限理財可能是未來的趨勢 對 來趨勢可以講趨勢 真好 這真是一個趨勢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學習 這是未來的趨勢 那 其實投資理財 我在金融業 其實大概有七年的時間 我在花期 就存款放款 投資部門我都待過 投資 要賠錢真的是很難 這句話聽起來很有意思 投資要賠錢很難 可是大家都賠那麼多 我自己也賠很多 早期在我還沒有學會 投資之前 我真正的概念 我分享給大家 就是常常聽到 女生媽媽會講的 你如果要煮菜 就不要怕 你去廚房 假設你要學會煮菜 就不要怕廚房的熱 同樣的投資 你就不要怕有虧損 這是我早期的想法 就是我要投資 投資一定有虧損 好像都理所當然對不對 大家會不會覺得都理所當然 投資本來就應該有虧損 投資本來就有風險 這都很合理喔 所以早期我也這樣子進去 在銀行的時候 不到一年三百萬就沒了 對 投資本來就有風險 我主管講說 你要認真學習 要投資要趕脆 好 買基金買股票 什麼都買 融資融券什麼都做 沒有到三 沒有一年就三百萬就沒了 很快 對 然後連我要生 第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那個小孩要生的時候 沒有錢 你知道嗎 要去剖父生 要先墊錢嘛 然後才能保險的申請錢出來 那那個很好玩 那時候都沒有錢之後 所有股票都全部砍掉 然後一結算 哇 快三百 這麼短的時間 三百就沒了 那我把剩下的錢喔 我去買了很多書 然後開始去研究 對 然後呢大概 我又練習了大概半年的模擬 因為沒有錢 身上沒有錢 我要強調沒有錢 模擬 沒錢 就是每天這樣 喔 我這裡買這裡賣 有預測 你知道未來漲跌幅的狀況 模擬了半年以後呢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應該說是客戶啦 是客戶啦 不能講 就是 他呢 他給我一筆錢 我就去幫他trade 我就是trade 期貨 對 我不到一年 我也把那個錢 又補回來 對 就是很快 那之後我就沒有再投資了 我之後沒有投資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有經過一個過程喔 那個過程是前面那段 我不是有提到嗎 我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損失300萬對不對 我是不是很痛 一定很痛嗎 我應該也會稍微痛一下吧 其實一年的時間不到 我真的損失將近300萬 我覺得蠻痛的 那那半年的時間我就 我就模擬 那之後呢當然有這個朋友的支持 我在很快的時間 又把那些錢賺回來 可是我在賺錢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回想起 我很痛的那段時間 也就是說 我賺錢這麼快 那個每天真的是很可怕 就是一天啊 那個時候 我強調當時 那個時候呢 一天大概幾十萬 都不是問題 每天大概幾十萬這樣子 就你不會把錢當錢 很正常 然後我會覺得說 我賺這麼快 那不就很多人死得很慘 換言之 然後我就回想當時的我 我就是死很慘那一個 只是現在我是變成在這一邊 我很開心的時候 可是我怕我迷失自己 後來我就 我就停了 我就不催了 我就停下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可能 這是心態的問題吧 我覺得我催好像在傷害別人 我有那個心情 然後隔了N年以後呢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那個交易這麼好 為什麼不出來 再試試看呢 我說欸這樣講也有道理 幹嘛那麼辛苦工作 沒丟這麼多錢 幹嘛還辛苦工作 後來呢 我就說好 然後我就沒有跟他講 我就開始就自己催 欸 又沒多久 沒有幾個月喔 也是大概百萬就沒了 馬上又沒了 馬上喔 就是 欸我以前這麼厲害 怎麼一向以前又沒了 那後來我就發現一件事情喔 心態很重要 投資的心理素質很重要 進入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我以前這麼厲害 開玩笑 啊這個 這個小意思啊 這個每天這樣的小意思啊 一下就沒了 每天就這麼回答就好了 很快 會有那個自以為是 真的 那 當然到現在 我另一個想法 我有朋友跟我講說 欸啊你現在怎麼技術退這麼多 我說啊就太久沒超啊 就這樣 還幫自己找台階下 其實就是功夫不夠嘛 簡單講就是這樣 可是我有朋友告訴我一件事情 他說 欸你既然要投資 你的心態要不要改一下 我說改什麼 投資本就有風險 他說 不 你可不可以改一個方式 竟然有風險的投資 為何要投資 竟然有風險的投資 你為何要投資 如果你要做 你要做各種投資的話 你應該先建立一個觀念 我的投資是不能夠損失的 這句話 其實如果各位 我很驚訝一位 台灣的投資股神 叫做蘇中平 我想大家可能都去買他的書 他 曾經也是被 逼到那種絕境喔 他其實有一個這樣的觀念 我竟然要投資 因為他要養家 所以他沒有一筆錢可以掉 不可以掉蛋 不能有虧損 所以他的處理速度非常的快 也就是說他買也很快 賣也很快 他每一筆都要賺錢 所以我在這邊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 如果你要投資 既然有風險 就不要投 如果要投 在你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很重要 很重要 你可以的範圍內 當然你去投沒有問題 就算我 雖然很短的時間 我損失可能百萬 但是我覺得OK 我還玩得起 對 那如果再更多 我不見得玩得起 你不要去影響到你的投資生活 對 但是 未來各位在城市交易上面喔 其實一定要先建立這個關係 但是 這個觀念我可能 可能未來這種城市好了的時候 我會在 可能一樣 未透過領書直播方式 去告訴大家 怎麼去設定這些 參數 然後讓你的系統 你的策略 可以自動去執行 並且在一定的風險之下 穩定的收益 好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趣事 對 好 我剛剛有跳離題了 對不起 大家有沒有對於領股投資 有什麼問題 這邊空調是不是有開啊 我怎麼覺得 好 還是我害羞 我都覺得我講到我臉都紅 我是沒有開的 好 還是你們熱情 讓我覺得我快自行 大家對於領股投資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請說 那收益的錢的話 都是放在證券部的帳簿嗎 好 其實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 把這些變價的資金 會在我們 我們會成立一個 我們現在一個網站 因為網站我們還沒有開放 對 我們到時候開放以後 你們的錢都會入在 應該說我們會給點數 對 我們不要講錢 講錢好像太熟悉 我們給點數 因為點數可以讓你們有其他的運用方式 當然你要Cash out出來也可以 對 我們會有一個關係 像銀行這樣子 對 那都是在你們的帳戶裡面 比如說 比如說我變價後 好 我們想辦法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那個賬戶 那那個賬戶裡面 你要Cash out 你就Cash out 那但都在華南 都在華南銀行裡面 因為我們的合作券商就是華南 對 所以你們的錢都是不在華南 對 我們不會再轉到別的銀行去 還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那個商品的利潤大概多少 有沒有統計過 商品的利潤 對 每年都不大一樣 每年都不同 對 那 有非常好的東西 但是商品的買賣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很難說 對 因為有些商品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 可是有人覺得很一般 比如說 你要是婆媽媽的話 她看到橄欖油會覺得很棒 那我們要去變價她也很快 可是呢 有些人看到 像我們男生看到橄欖油 就不能拿來喝 對不對 我覺得這樣 怎麼辦 那就是我們要去想辦法 所以變價會比較浮動 就是看上次公司 她怎麼去 怎麼發這個經驗品 每年都不大一樣 但是有一些公司 她會發自己的賞品 固定自己的公司的賞品 對 可是他們的商品 其實我覺得 其實真的都還蠻不賴的 就是你們在坊間看得到的 柴米油鹽醬醋茶 清潔用品 類最多 對 像南橋的很多商品 一樣去那邊市場買 一樣都買得到 只是說 我們為了要幫大家同意處理 我們變價後那些款 像那位這款 有賬戶裡面 也沒比較好管 對 那變價的東西 其實她那個 很多東西就是我們 普通商品的這東西 對 可不可以變價對不對 為什麼變價 其實股東基民 依照規定可不可以變價 答案是不可以的 對 但是我們會做活動 對 因為我們自己是廣告公司 所以我們會做活動把它變價 把它變成是捐贈出去 但是是廣告主 他可能sponsor這個活動 對 那我們這個商品 一樣出去的時候 也是一樣free的 那你們就get 你們就get到你們的理論 對 對 我不會去違反那個法令的事情 對 一切還是要合法 對 就怎麼來就怎麼走 對 那不然就是變成什麼 以後大家 有沒有大家分論的時候 拿到報酬以後呢 同一個時間呢 裡面可能會抽到扣獎領單 國際局來找我 我就會找大家 就這麼簡單 那如果他不來找 那就是繼續這樣 自己這樣做 還蠻單純的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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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概念是這樣 其實 當你們開始投資的時候 人 人的行為很特別 當你開始投資的時候 你會關心 你就開始注意這些 上智慧公司的資訊 對 那有些比較好的 那當然你要加碼多買 一些當然是ok 不過對於他們的懂 就是比如說他們開會啊 董事會開會的資訊 或者是臨時股東會 或者股東廠會 其實你們都會掌握得到 那當你們掌握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家公司 發生了什麼事情 很有趣喔 這個我們 我們最近也在網路上 有看到一個資訊 就是 張忠某的小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過 就是 他 張忠某呢 他是不是 台積電懂得到 他知道公司的營運狀況 所以呢 他就回去跟他太太講說 我們民體一個大單 對 那知道這個大單以後呢 太太就跟他的貴婦團講 講這整個投資 那貴婦團呢 就會跟他的親朋好友講 所以這是一層一層的投資結構 對 然後大家都會通常在國具 千萬不能說 但是訊息就一直傳遞出去 是不是 所以一層一層的結構裡面呢 也有很多 比如說 我們剛才講到的 第一層可能是張董事長 第二層可能是他的親屬 第三層可能是貴婦團 第四層可能是貴婦團的親朋好友 那第五層可能是誰 可能就是 專業營的投資人在分析 為什麼現在開始有購入 這檔股票 他被確捨到 被追蹤到 原來這檔應該是有人要做多 這是第五層 那乃至於可能一般投資人知道已經第六層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說你當你在投資這個股票的時候 你能掌握到他的資訊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家商務公司有什麼結構性的問題 好 舉例去年來講 有一家商務公司很有趣喔 他們在他們的工廠 同一天 開兩家臨時股東會 臨時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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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工廠的左邊開 一場 同時間九點 然後呢 在右廠也開九點 那請問一下 這家公司到底在幹嘛 你會覺得很好玩 一家公司在同的時間 然後召開兩個臨時股東會 那這家公司不就是在兄弟氣象嗎 對不對 那就空他就對了 了解嗎 你有資訊你就可以空他 那你沒資訊你就不知道 如果你收到這些資訊 你就會發現說 這家公司怎麼同的時間開 一個在東廠 一個在西廠 又不是古代 同時間開董事會 這是很奇怪的行為 所以當你掌握這些資訊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分辨說 什麼 哪一家商務公司 是我應該可以去投資的 那這塊其實在未來我們的系統裡面 我們會發報這些訊息給大家 可以看得到 不是在我們的粉絲團 對 在我們還沒上架的那個系統 對 快好了 大家要忍耐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 很多人都在忙著下蛋 然後 我們也被逼得蠻緊的 對 但是因為系統 資訊的串聯不少 所以要花點時間 那個雜資費 你們是什麼 雜資費的部分 因為實在太複雜了 因為對於來年 比如說我們取得的商品 大小 規格 我們都不清楚 所以我們變得很浮動 就浮動 就是一個商品 一個檔名而已 對 一個商品一個大多 因為比如說你可能持有這一檔商品 可是他可能沒有持有 對 全都分開計算 只是說每個商品的 每個商品的 每個商品醫院 發放的是什麼 我們不曉得 可是其實在我們經驗裡面 因為商品的變價收益 是比銘券來的高 因為銘券 在我經驗裡面 發過最高的銘券 是兩百塊 對 那商品的部分呢 商品不能超過嗎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太晚不超過啦 晚還不那個 血壓 血壓器 皮脂肌 對 還有那個 料理測 其實那些還有 咦 你們都沒有在玩霧營風嗎 中石化的那個 太陽能燈嗎 我真的應該帶一個來給你們看 這個真的都蠻有意思的 對 比如說 請問一下 剛剛你說投資二萬 然後後運日報卡 就是一年的話是十三萬 對 這個是一個 保守空氣的發發 還是說你們一般來 就是8%以上 然後這邊又寫獲利一封 就是56% 108% 108% 108% 就是獲利的部分 8% 獲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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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就是這個數學 跟這個56% 哦 這個是一個 一個是Balance 一個是Balance的字 你說這個嗎 這個嗎 還是 還是在上面一點 就是說 只要 丟十二萬 獲利就是十三萬 這個數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一格抗最多只有三萬塊錢 對 那我剛才講 我剛才講的是 十二萬 所以要代表四個抗 要四個帳戶 對 如果你 你就是沒辦法弄到四個帳戶 你就是只有一個帳戶 就是只有一個 對 這是靠帳戶數 你照帳戶的數量多化 來取勝 你的收益 對 那我們剛才算的這個算法 比如說 你剛才講的是這個嗎 這個是我們 十佔的 十佔的平均值 對 我們十佔的平均值在這邊 那這個是 我保守的 上課講的要講保守 對 那這是我十佔的 但不鼓勵大家只看實戰 還是看保守 好嗎 因為未來的事情 我確實沒辦法掌握 好 只是我還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對 這是純粹 這個部分是沒有包含紀念品 只有含 就是只有 養記李卷的部分 所以你們的108% 都是從李卷來的 李卷加 李卷加紀念品來的 合計而來的 108%是 Totally 全部 對 沒有把它分開 那只是說 剛才用這個數學的算法 應該是說李卷比較好算 所以舉了一個demo這樣子 讓大家參考 比較容易寬速理解它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是投資的心手 我再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 我給你12萬 然後明年你會給我的事多少錢 保守來說 就像媒體說 會超過10% 對 隱含的不要在檯面上 因為我在直播 保守就是 12萬你沒有給我 在你們的帳戶底下 不在我身上 對 但是你可以取回去的 應該可以超過10% 對 然後你會給我們細節說 對 如果我們要加碼 再另外加碼 你要加帳戶 就是你要更多的家人參與 哦 對 所以你 因為我有客人給我說 我給你200給你500萬 你不用給我 我給你好 你去找一堆人出來給我 這個錢不是關鍵喔 這個反而是一個帳戶數 誰多 誰是winner 然後他必須要一個團隊能夠管理他 對 我個人啊 我個人家族的帳戶就有超過六四個人 但是你們沒有抽手續費 或者自己 沒有抽啊 我的目標是在城市交易 這個真的太難賺 這個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情 做這件事去摳鋼 如果你們有看我以前 在弄那個 搬那些貨 我跟你講 我今天光搬的你啊 你喔 自己下來搬的 都用盾來算 我辦公室我一個男生而已 喔沒有 那段時間有 有找人來幫忙 但是 那個男生他也不太願意搬命 所以你幾乎我搬 喔那個真的是 那段時間你會身體很壯 但是很累 對 但我的目標是在城市交易 其實 國中經濟品是因為 就是其實媒體上面有提到啦 因為 有一段時間是幫助一些塔塞組 我覺得他們覺得真的很可憐 可惡的不講 可惡的不講 可憐的不講 那可憐的這一群人 他們有時候悲哉 不是他們自己發生的 但我覺得那麼可憐 你領不買一買 至少有飯吃 有米你知道嗎 上次公司很多老闆他為了 你知道嗎 感應那些 那些 那些 投資人他會 發米 那你最起碼有飯吃 那時候想法就這樣 對 所以我就開始 可是我剛開始跟他們講說 他們很不太相信 後來想說不相信 那我就自己買 就買了一堆 結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越買越多 然後我家人都要加入 就變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媒體一直說 那你要出來講 我說我出來講 我有很多麻煩 果然是很多麻煩 但是呢 好像講到現在變成是 不講不行 對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不錯的投資 對 就是大家資金壓力不是很大 但是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要讓小資助 然後以後有一個很好的工具在身上 自己有很好的投資方向 自己可以下策略 自己可以寫自己的投資故事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有機會 創造這樣的 創造這樣的環境出來 我覺得我們的粉絲團是有機會 所以我就還蠻堅實說 OK 我就還是繼續講課 對 為什麼一個人抗子還買200檔 沒有一個人抗子可以買到800家 大概我們估計是有800家 其實是不到800家 上次公司會發股東金幣 因為不會發的 我們也不會通知 對 他對你跟你講 百名不發 就可能暫時不買 不代表我不投資他 就個人投資行為 不代表我不投資他 我只會好像說 在零股這個市場裡面 因為我為了取得是他的金幣片的報酬 對 所以那個可能是我考慮的要件 但我個人投資行為 我覺得他公司好玩是會買 因為派股派起還是很划算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常常聽到 是流行的事 概念是存股 對不對 應該很多投資媒體都在講 存股存股 所以存股其實也不錯啦 你看我看很多那個存股的答案寫 存股最大的優點就是負地對不對 然後他最大的確定是什麼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 個人的 我都講個人的行為 他最大的確定就是 每天沒事幹 因為就等領錢而已啊 就這樣子 那活得沒意義 再來改變 他說我今天又沒事幹 我想辦法去游養 幹嘛幹嘛幹嘛 但是他 每個人都很羨慕嘛 其實真的閒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不見的是好事 那我們的方式是 對不起 你還是得要動動腦 但是我可以讓你們有個基礎的東西 有收益 有收益 最起碼要先利於不敗嘛 你才可以進階的再去投資它 如果你先利於不敗你才會產生自信 有自信你才敢脆 對 那我們提供工具 那未來你們就可以運用這些工具 去做各種你想像的投資方式 對 所以可以從很小的單位開始去 幫自己做累積跟學習 我們個人是這麼的建議 對 你說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計算是沒有算那個 零股交易的手續費 喔對沒有算手續費 對 我們沒有喊手續費 手續費你們的 這邊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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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 超低的 蛤 有超低的 那個直播不能講 直播不能講 對 官網公佈是一股五塊錢 對 直播優惠呢 等一下直播結束我就知道 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現在股市是非常 算相對非常高價位置 對 如果說我們想要參加的話 你會有人建議說 比如說我們有個帳戶嗎 那什麼時間點去買這些股票進來 因為 其實這有更新的風險是說 是 可能第二年之後股市可能 現在9000多 對 可能明年可能有8000多 對 所以他會有一個 銀行價值的一個 有 損失這樣 對 有這樣的風險喔 甚至 投資這個零股有一些風險喔 其中包含就是 這些上市的公司 他可能減資 減資 下市 減資就這樣 就沒了嘛 因為這零股股就沒了 然後還有就是下市 下市當然也沒了 這會有風險 這會有風險 但是 這個gain loss 我們大概有算過 大概 可能連10%都不大 也就是說你可能 我剛才講的都是很保守喔 早期我們在媒體上面 跟大家說明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 兩萬塊錢的投資 其實我們自己的本質很清楚 根本都沒有到兩萬塊 只有一萬多塊錢 也就是說我跟他們講說 是純兩萬啦 實際上是 根本用不到兩萬塊錢 我都只有跟他們講說 你看你們買到現在 到底用多少錢 一萬多塊 大概一萬五左右 對 那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下市跟結智會 當然你可能會花 你會損失大概幾百塊嗎 對 那幾百塊 但是那個 明年假設他又有 他又有 他又有服務會 然後又要 比如說要keep going on 就是要 又要發這些經驗幣給你 那就再買入阿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浮動上面是可以被接受的 為什麼印尼還有派骨派息 你會入到你的額 入到你的存整裡面 所以基本上 你還是有多的錢去做這些規劃 對 等於是他是正循環 對 那各位 我再分享一個概念給大家 齁 一個額我們用很保守來算他 三萬塊錢 我們抓十個percent 是三千塊 對不對 倘若你有 我把這數字放大一點好了 就是一個三萬塊的抗 你可能有 比如說二十個percent 就是你有六千塊的收益 對不對 我用舉例的齁 假設六千塊的收益 你有十二個抗 十二個抗 你是不是有七萬兩千塊的收益 沒錯嘛 六千塊的收益就是七萬二嘛 可是呢 你只有投資三十六萬 對不對 只是三十六萬 可是你是不是相當於擁有一件 套房的收益 各位有沒有想過 你在台北市買一個房子 要多少錢 才要每個月有六千塊的收益 假設你在淡水好了 不要講在新北好了 淡水好了 學生的牙房好了 一個月收入六千塊 你要砸幾百萬餐廳 我不知道要不要砸五百萬六百萬 對 然後呢 因為你只有用有一間 那這一間呢 萬一男女朋友吵架有沒有 刀一插 火一棒 對不對 這個房子就變成是 什麼宅 對不對 就是不好宅了 對 那可是你現在在做的 投資概念組合裡面 它是分散風險 maybe你用了十二個抗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的風險幾 可是你的利益 報酬是幾高 對不對 所以我才講說 這是一個幸福派分享 要分享給全部的家人 那一個組合大概就是十二個抗 比如說 結婚的 然後他的家庭 我的家庭 然後還有我的爸媽 這樣就十二個人 那如果他的爸媽也要進來 那就是十六個人 基本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要強調我們不是老鼠 這個錢都在你們的戶頭 錢都在你們戶頭 不在我們戶頭 我們不收錢了 有很多客人其實非常信任我們 錢要給我們 什麼都要給我們 就說千萬不要給我們 我就是不想要管這個 對 我希望的是大家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有一個穩定的收益 那未來繼續支持我們 有城市的交易 也歡迎你們繼續使用 那當然城市交易有更多 更穩定的收益方式 我會再share給大家 對 請大家加入 對 請說 因為那個 我想我問一下說 那個流程 我不知道會這樣想說 可是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到時候 是給你委註書就好 是不是這樣 喔不是 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先跟我們簽署一個 委任關係 對 所以要到那個 我們的Line群組 我們有個Line群組 對 就是 很像搜尋 沒有沒有不是FB 在 我們有個Line群組 在那個 at 那個 那個 對 對 下面這個 這個手這個就對了 好 這邊也有 好 就是有一個at 然後就是b-stop 就是這個b-stop 瘋鼓 然後再加一個at 就是 你可以加入我們群組 然後我們線上的人 就會給你那個 我們可以counter 我們的合約 對 然後簽完約就是在華南永康這邊開航戶 開航戶以後 然後我們就統一管 對 所以呢 我們等於是你買完以後 現在目前英文系統還沒上架 所以 有點像 半自動化 我們提供訊息 然後你click了以後才進行買單 也就是說這個交易行為還是要你們自己去做決策 而不是我們 可是一次800其實操作起來還沒可以 還是 有我們後面的系統會自動化 喔 對 對 因為你知道明天沒買到的 後天要繼續買 系統會自動trade 所以我才說以後是機器的抵查 所以有一個程式會幫忙做 對 你弄發的然後就放 對對對 對對對 現在還沒好 現在還沒好 現在還有點半自動化 就是我要發給你 然後你要ok click 然後你要買 目前還要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法令的問題 對 怎麼把那些都解決了 就全自動化 因為唯有那個自動化你們才能做程式交易 不然你要怎麼自動交易 因為設完參數以後 他自己買自己賣 股票真的是 投資是很難賠錢的 欸 這沒有白 沒有黑白 沒辦法交 那可以行嗎 可以啊 好 我分享一個 對了 對了 我把我的臉書解說一下 那大家建議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先解釋 先解釋 好可以關掉